大家好,我叫李一璇,今年21岁,来自杭州 我是一名搭二的学生 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我心目中的男神都敏俊告白的 谢谢大家 然后现场带了炸鸡肉啤酒 可以把我的好心情跟你一起分享 我就让他拍一下 你想吃一份吗 来吧 来来来 你们吃吧 给观众吃的 来,派一个代表拿一块 杂鸡和啤酒这段时间都卖疯了 我把你的好意都给了他们 人世间的爱情都是为了繁衍生息 传宗接代 这是杜明俊对爱情的诠释 是有这么一句吧 他身上的衣服有点眼熟 今天是我特意准备了穿的千松衣的衣服来向我的男神告白 千松衣同款888 你觉得你穿的好看还是千松衣穿的好看 我觉得我穿的也挺好看 对 这女孩身材也还不错 说吧 你虽然说胖了点 没问题不胖不胖 就腿胖了 说吧 对金秀贤所扮演的都敏俊 到底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原来是一个从来都不看韩剧的一个女生 而且我也可能和在座的各位有的想法相同 觉得看韩剧的人是脑残 然后同学他们介绍给我这部剧的时候 我也没想自己看 但是看了之后我就一发不可说出 我就喜欢上他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给我的生活就带来了希望 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剧之前是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看了这部剧之后 我觉得我想减肥 然后去韩国整容 我也想做娱乐圈 想和他一起拍戏 东敏俊给了你第二次人生啊 你居然说在没有看这个之前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他不会说很多爱他的话 当然他会做许多爱他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人最应该有的品质 但是我们当下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这样吧 你以前没谈过恋爱吗 谈过一个 但是我因为看上这个剧之后 我就跟我男朋友分手 我觉得 反正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他也就是青春期的寂寞了 然后在一起 然后那之后看完这个来自新闻的你之后 我越看我就越不想越不想理他了 我就觉得他跟我心目中的都敏俊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应该是更珍惜我们的爱情 没想到他看了之后 他没有像都敏俊和千松印之间学习 是把自己的男朋友断然抛弃 所以说什么人看什么得到的是真不一样 那我不这么认为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男朋友给了我的关怀是已经让我非常满意的话 无论我在看到什么人之后我都不会跟他分手的 男朋友对你不好啊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没有在我身边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真的是没有说需要杜敏俊最千松印的那样 那问题是杜敏俊也老消失啊 他消失的话但是他在千松印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在千松印身边的那样 他会从天而降 对啊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 我一定是会崇拜另一方 所以才会跟他在一起的 这个我承认 现在能让我崇拜的人只有金柚显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一定是建立在女方对男方有点小崇拜的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 你看这姑娘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 哎呀不行啊 这这这这这这已经走火入魔了 我是他那个年纪 我想站在他那的可能就是我 你想想他富可敌伯他就是比尔盖茨 说点靠谱的话 他出口成章 我还迷恋白雪公主呢 你咋办 那你你有游戏想他告白吗 怎么爱白有公司没这人呢 但是说明你不是真爱 对美的向往我们是支持的 但不能磨这么耽误的生活 他把男朋友都甩了 男朋友招你了惹你了 我觉得可能是他男朋友真的不够好 那我觉得中华儿女千千万不行远就坏了 我的魔招只在于他确实很帅很有才 上吃天文下吃地理 而且富可敌国 而且什么都很好 但是就像图雷老师说的 他是一不存在的人物 妹妹他真的是不存在的 就是基本上一个高富帅的男人的条件 他全都有了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特别的专一 而这个也就是现在在社会上 很多高富帅他们最缺的也就是专一这一点 所以这就是很多白富美啊 很多女生最爱的一点 妹妹我得劝你两句啊 就是像我那个年代吧 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人 痴迷的迷恋过一个人 我知道 白娘子 我比你胃口重一点 我喜欢青蛇 但是喜欢白蛇 不等于喜欢赵雅芝 这一点你必须分清楚 你喜欢都教授 并不一定喜欢金秀贤 这话说的好 我就是想把我的想法表达一下 我想让大家一起帮忙 帮我见证一下 你不是想见金秀贤是吧 我想见的人 想见 我们看看能不能见到 来看到 自从李逸璇看过来自新兴的你之后 一直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随着来自新兴的你热播 剧中男主角 东宁俊的扮演者金秀贤 已经成为最近亚洲女性新一代的偶像 举行近日金秀贤来华举办粉丝见面会 还参加了国内一两档大型电视节目的录制 我们通过邮件与金秀贤的经纪人取得初步联系 那么金秀贤是否会来到节目 接受李逸璇的告白呢 见都敏俊 你是肯定见不到 他是个角色 你要想见金秀贤 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你有钱 所以我认为见或不见是没有做大意义 但是金秀贤也未必不会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这是媒体嘛 我们邀请他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次 都敏俊和金秀贤的出现 对于男性在爱情当中的作为 有一次大的浪潮 很值得我们男性反省啊 你看这一次女粉丝们的追星 没有像追李敏浩那样尖叫狂热粉丝 他们嘴巴里面所谈到的更多的不是帅 是400年只喜欢一个人 其实我今天来 我只是为了跟都敏俊告白 我并没有说要批判咱们全世界的男性同志 我觉得这样我出去会被骂的 先拿口给它擦擦这个粉底掉下来的 要不要擦 不要 金秀贤喜欢这个人 不用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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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行吧行吧 那么今天金秀贤会不会来呢 我们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你准备就像那个花猫一样见金秀贤吗 再问你一遍要不要擦 不要擦 真不要擦啊 你觉得金秀贤会来吗 我觉得他会来 然后当你非常勤生意泄地看着他的时候 他非常礼貌地跟你说 我们还是保持粉丝和偶像的距离吧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你不要以为我是杜敏俊那样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不过是普通的男人 他说他想40岁才结婚 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和时间的 如果门开了之后 不是金秀贤 是你爸妈来 他们要挽回你的人生道路 你可怎么办 我觉得我没有说像什么失足少女一样 怎么样吧 我觉得我只是对我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金秀贤把我选择出来的 那老老实实地说句话 如果你把你这种选择告诉你的父母 你认为你的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我父母还是应该会支持我的吧 真的 那咱们走着瞧 看看是金秀贤从那走出来 还是你的家人 让我们一起来倒出五个树 啊 谢谢大家